我给网链对象发消息 下班了妈老公 网链对象秒回 还没 等会 乖 但是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给网链对象发的消息 跟大明星宋阳在直播间里回的消息一模一样 我看着热搜Top1的视频 手在发抖 默默分享 配文一个问号 宋阳回得很快 不好意思 万关消息提示了 分手吧 我们不合适 我接起电话 看着手里刚提的保时捷钥匙 被兜头泼下一盆冷水 今天是我跟江城恋爱两周年 本来 我准备今天跟江城坦白我是富二代的事实 顺便送亮他一直想要的保时捷当周年礼物 谁知道他竟然跟我提了分手 为什么 江城冷笑 你天天追星 朋友圈微博全是宋阳 你问我为什么 你到底是我女朋友 还是宋阳女朋友 我争辩 最近是因为宋阳有新作品上线 江城 当初我是为了你才玩游戏的 现在我都是全平台前200名的主播了 你呢 多久没陪我玩过游戏了 我顿时有些愧疚 对不起 不必了 江城接着说 我们都已经大四了 你也是个成年人了 别天天想着追星 为自己的未来努努力吧 说完 他挂了电话 我对着手机 有苦说不出 是我不想努力吗 是我根本不用努力呀 晚上 我开始反省自己 我平时是不是真的太忽略江城了 但 明明是他每天都在忙直播 忙事业 要不是他没时间陪我 我也不会无聊到去追星 上个月 他甚至忘记了我的生日 我在他家等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 他衣服皱巴巴的回来 撒娇说公司有应酬 在场不少大佬 他为了争取更多资源喝多了 就去老板办公室睡的 我原本生气 但看他的黑眼圈又有些心疼 我高中时因为太有钱 被好朋友利用过 所以大学我一直都过得很低调 跟江城在一起后 他家境普通 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 我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我的真实情况 可我不忍心看他这么累了 偷偷在他直播间刷礼物 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于是我去订了 他一直想买的那辆保时捷 想在两周年这天坦白 请求他的原谅 顺便给他一个惊喜 闺蜜小莹知道了 还嘲笑我 王宝串看了都直呼内行 他赚了钱 就给你买了个2000多块钱的包 你倒好 一出手就是200多万的车 他那是节约 他穿的那件巴黎世家外套1万多 好不容易赚点钱 但要穿点好的了 小莹 呵呵 从小没吃过什么苦 最大的挫折 就是高中的时候 听到我包养的好朋友 竟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这导致我哪都好 就是有点恋爱脑 晚上 我决定再挣扎一下 跟江城道歉求和 结果还不等我发消息 就看到了直播平台的推送 成神在线告白 谁 是我想的那个成神吗 跟谁表白 跟我吗 我颤抖着手 打开江城的直播间 看到早上刚刚跟我提分手的人 目光真挚的盯着屏幕 清清 我喜欢你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脑袋嗡的一下 弹幕刷得很快 里面充斥着两种声音 第一种是起哄让这个清清答应江城 第二种是清清的身份 江城直播公司的老板 他上个月甚至没跟我撒谎 说去老板办公室睡的 牛 我气笑了 这无缝接轨的速度 中国高铁都没他快 小银快气疯了 绝对不能放过他 是不能放过他 我虽然恋爱脑 不利用最大的善意去揣夺别人 但这并不代表我好欺负 想让我挖野菜 也要看我是不是王宝串 当初江城是为了追我 跟我有共同语言才打游戏的 但他能小火 却也阴差阳错有我的原因 我游戏天赋满格 玩了一首好露娜 能冲到人群中衣袖舞 我露娜国府以后 拿他账号继续冲顶 冲到国府 自动保存了王者时刻 他拿这些视频剪辑 发到微博上 没想到火了 也是从那时 他开始直播 但却再没玩过露娜 是他不想吗 是他不行 他的露娜也就一般水平 跟我的操作没法比 本来质疑声音大 但他推辞说 不会再玩第二次 上过国府的英雄 以及他的意识操作 其实不错 还长了张帅气的脸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声音也就越来越小 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江城说 我成绩不好 毕业之后 不知道多久 才能给你稳定的生活 现在直播收入还不错 顺便给我买了个2000的包 我家阿姨都不背 但我TM 是个恋爱脑 拎着2000的包 原谅了全世界 小银问我 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 我笑了一声 送她去喝西北风 当晚 我录了一把露娜的视频 其中的W型走位 跟当时江城发的那条视频 如出一辙 本来 我是一个只有几个粉丝的小号 没人关注 但我太有钱了 买了点流量 江城竟然让我开架 我被他这句话 记得陡然清醒过来 突然觉得 这几天做的是既荒诞又没意义 我既然喜欢过这种垃圾 还为了他付出这么多时间 真是瞎了眼啊 我开架 怕你给不起 抱着你的臭钱进棺材吧 这辈子别出现在我面前 说完 我直接挂断电话 网上 我没再花钱充数据 话题明显被压 热度渐少 舆论像是退潮 逐渐销声匿迹 删了几个把我身份的帖子 小银问我接下来的打算 我只说不想再在渣男身上浪费时间 哪怕一分钟 本以为事情要过去 不成想半夜 话题的热度突然又起来了 原因是大明星宋阳 给我的微博点赞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取消 没什么诚意的发了条微博解释 手滑 对自己粉的艺人 以这种方式翻牌 我大概也是头一号了 网上一片哈哈说 宋阳可爱 在线吃瓜 倒是江城 瞬间又被推回了风口浪尖 网上都在说江城撒谎 闹得沸沸扬扬 逼他用露娜自证清白 第二天 我回学校见完导师往外走 被一辆白色宝马 堵在了学校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身材窈窕的女生 瞧着30岁左右 她身材倒是很好 就是装容厚重到 看不清原本的长相 香水味能把人熏了一个亮强 站在我面前 上下扫视我一眼 趾高气扬 自我介绍下 我是顾清清 我没见过这场面 一时愣在原地 我的正愣 在她眼里就成了害怕 她更是有底气 语气轻蔑 江城是我们公司要捧的主播 现在也是我顾清清的男朋友 开个价吧 多少钱你才肯出面澄清 我回神 感到不可思议 澄清什么 我发的就是实情 实情没那么重要 小妹妹 听姐姐一句劝 学会见好就收 别不识好歹 你现在还没进社会 不知道赚钱不容易 我现在能给你开的价格 你之后不吃不喝 上班十年才能赚到 怎么样 答不答应 不识好歹 我冷笑 叫我小妹妹 倒是对小弟弟下的去手 想让我帮你们澄清 白日做梦 顾清清的脸 煞食冷了下来 周乔是吧 你给我等着 我要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 说吧 他擦着我的肩 撞我一个猎借 转身上车 扬长而去 我握着书的手气的发抖 周围围了一圈 看热闹的同学 还对我指指点点 怎么回事 像是原配来抓小三 我大猴 小什么三 不长眼啊 刚说话的人 对我陡然发疯吓了一跳 窃窃私语着离去 本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让我混不下去 我倒是看看 是谁先混不下去 我拿出手机 给我哥打个电话 哥 我想收购个直播公司 哟 可算给我打电话吗 周延笑了声 行 别说收购一个 收购十个都行 我哥动作很快 不到一个月 合同就白纸黑字的 放到我的面前 江城签约的直播公司规模 并不大 他就是他们公司 游戏主播的招牌 我看着眼前截指 和他们小公司的 本年度财报 真不知道顾青青 到底哪来的信心 跟我叫板 我哥手指点了下合同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哥带你去新公司溜一圈 还不是时候 我说 我们不去找他们 我要让他们过来求我 周延揉了把我的头发 这是真气坏了 可不是 我差点没气死 我哥刚接手家里生意不久 现在正忙 没做多久就先走了 我将要实施 我的下一步计划 先截图我和江城的聊天记录 其中包括 我给他买礼物的 还有我给他的转账截图 虽然我装穷 金额并不多 但断断续续 也没有停下 而他回的 很少 越往后节约发现 原来他的出轨早有端倪 这几个月 都是我在给他发消息 他回复的不说不耐烦 却十分敷衍 我也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竟然看不出他的冷抱里 节外聊天记录保存好 我准备打开游戏 再录一次露娜 上次有人怀疑 那不是我打的 那么这次 我就要三个机位 录一个全程无剪辑版 游戏没打开 消息提示先跳了出来 来自一个几年没联系的人 小宋 热闹啊 我回 看我笑话 怎么会 早就跟你说了 那人不行 我看到这句话 眼眶莫名一热 我跟小宋是打游戏认识的 两年前 大学时间多 除了上课 我几乎没参加什么课外活动 大把的时间拿来上份 我的阿科冲到国府后 没忍住想试试辅助位 就拿了个姚 虽然平时输出玩得多 但游戏意识在 对英雄技能也熟 姚对我来说并不难 但我方孙上香野菜的离谱 节奏 操作一团糟 不到四级 就被抓死两次 我还没到四级也就不了 荆棘一下拉开了 我还没说什么 孙上香先开口了 孙上香 女的 就会玩摇 骑在人身上上分的吧 最烦玩游戏碰到女的 她说话实在难听 我火气蹭的就上来 开局0 20的战绩 有什么脸说别人 女的怎么了 屏幕上 撒把米小鸡拙的都比你强 阎王也就不了 赶得送死的鬼 忘了自己设什么东西了 是八载种 孙上香 呵呵 然后一连串的米字符号 最终直接被系统禁言了 孙上香最终摆烂 直接去泉水挂机 我正准备说什么 打野先说话了 要来跟我 我一愣 但你玩的蓝灵王哀 蓝灵王最重要的技能 就是隐身 我辅助玩的没有打野6 怕一个不好暴露他的位置 没事 这次蓝灵王开了语音 声音年轻又悦耳 对面阵容打不了后期 我看了眼对面 也是 于是直接跟在蓝灵王身后 也去帮他探视野 团战给他加盾 蓝灵王的ID 小宋天下无敌 事实证明他真有点天下无敌 游戏结束 蓝灵王打出了50%的输出 硬是让孙上香这孙子躺赢了 我加了他的游戏好友 跟他道谢 小宋天下无敌 不客气 路见不平 我灵机一动 一起上分 我也王 露娜贼溜 小宋等了一会才回 打野国服 厉害呀 我就喜欢这种carry的感觉 我说着 拉小宋进队 又想到什么 我问 但你玩打野吗 会不会抢你位置了 这次小宋又打开语音说的 他语气带点年轻男孩特有的臭屁 不会呀 我英雄海 那天后 我跟小宋加了微信 他的朋友圈里 从不发思生活 就是分享各种各样的冷门歌 我们那段时间 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游戏 一维一练新英雄 互相送送皮肤 后来也偶尔分享下生活 互相发发八卦贴 小宋声音好听 耐心阳光 听着很年轻 但无论是游戏还是说话 都看得出这个人的沉稳 有回我生理期 小宋喊我上 游戏我没上 知道我不舒服 直接要了我的地址 点了份红糖浆茶过来 还点了些温补的汤饭 摄友堂堂见我笑得荡漾 敲了一下我的头 恋爱了你 笑得这么猥琐 我争辩哪里猥琐 堂堂看了一桌子的饭 谁点的 不会是天天跟你打游戏 那小哥哥吧 我没否认 堂堂不可思议 疯了你 地址联系方式随便给呀 隔着一条网线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坏人怎么办 他不像坏人 怎么不像 因为他游戏玩得溜 我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 也陡然清醒起来 是啊 我甚至不知道 小宋叫什么名字 他现实生活中 会是什么样的人 听声音很年轻 也在念大学吗 堂堂他了口气 小乔 怎么说都是屏幕对面的人 什么样很难说的 你看网上那些 哎 别天天泡在游戏上了 回归线冲吧 明天姐姐带你 去看篮球赛 我犹豫一下 点头 好吧 就是在那场篮球赛上 我第一次见到江城 赛前堂堂带我打过招呼 他眼神一直往我这票 直到球赛结束 他投进最后一个三分 场下欢呼声如潮中 他下意识地看向我这边 那天之后 江城对我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没早来女生宿舍楼下送饭 上课帮我们站位 我一宿舍的人都快要被他收买 堂堂神秘兮兮的 掀开床脸打探 你跟小江怎么样了 我躺着随意回复 没怎么样了 堂堂 同志仍需努力呀 堂堂又说 但我这几天看你都不怎么打游戏来 我叹气 哪是我不想打 是小宋最近不在 我这段时间习惯了跟他上分 他一不在 我固定上分时间都空了出来 自己玩游戏竟然有点玩不下去 我一时茫然 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看着我跟小宋的聊天框 之前每天都聊 但这次却是停在昨天晚上 我问他要不要玩游戏 他说最近工作太忙 不好意思 原来已经工作了呀 干 社友小鱼在下边骂 宋扬真的受伤了 谁 堂堂探出头 那个最近很红的男明星啊 对呀 打戏太多了 伤到腿了 呜呜呜 昨天就住院了 粉丝今天一直追问工作室 才出来发通报 我的宝贝妈妈好心疼 堂堂对小鱼这种妈粉的形容感到无语 我则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没往心里去 而在此时 江城突然给我发微信 一起玩游戏吗 我看了眼小宋一动不动的聊天框 回 好啊 江城的游戏打的确实不怎么样 但看得出来 他学得很认真 每天都在跟我聊 他更适合玩哪的英雄 努力跟我找共同话题 一如既往的送早饭 站位 有时也会过来蹭我们专业的课 风雨无阻 堂堂看了直叹气 我都要感动了 我心里也很乱 一边是日渐冷淡的小宋 一边是近在眼前 热沉殷勤的江城 而我更惊讶的是 我竟然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 我跟江城关系更进一步 是在某个雨天 我没带伞 被困在图书馆 堂堂出去约会了 另外两个社友可能再忙 没回我消息 我站在屋檐下看漂泊的雨时 给小宋发一条消息 晚上不一起了 我现在还没回寝室 那边一直没回 就在不足十分钟后 江城突然撑了伞 出现在我眼前 他大步跑过来 讨好地看我 堂堂说你被困在这回不去 我来接你 我心底一热 江城把我送回宿舍 自己淋湿了半个肩膀 那天之后 经常陪我玩游戏的 变成了江城 他玩得没那么好 却也在不断进步 直到有一次 小宋约我一起 恰好江城也在 可算忙完这阵了 这段时间不好意思啊 我说 没事 我拉个人 成啊 你朋友 嗯 我拉江城进队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小宋一下沉默了 对局中也没怎么说话 江城拿了敌人节 我拿了凯打野 小宋拿的牛膜 可这局江城失误太多 小宋到最后 直接卖了宝石 出了半肉半树桑 一局结束 小宋直接退了队 我回微信问他怎么了 小宋反问 这么有耐心 男朋友啊 我看了这句话 心里莫名烦躁 说对啊 小宋很久没回 最终才回了局 知道了 我手机往旁边一放 彻底没了打游戏的心情 第二天 江城提着奶黄包和豆浆 在楼下等我上课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帅气的脸上 带了一些笨拙与小心翼翼 对不起 昨天打得不好 你朋友不会不开心了吧 食物的热量 透过掌心传到我的心底 我被这份真实感打动 扬起笑脸 没事 我男朋友 我负责交 江城先是一愣 然后欣喜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偶尔跟小宋打游戏 但次数不多 他好像越来越忙 我好奇过他什么工作 但又觉得 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网友 没有必要了解太多 我们闹掰正是在大半年后 江城拿我玩露娜的视频上传 一夜爆红 当晚小宋就转发视频给我 问 这是你吧 为什么他说是他玩的 这样你也同意 他都去开直播了 他敢在直播的时候玩吗 我一会没看手机 打开就是这些质问 一时有些烦躁 语气也不太好 这是我跟我男朋友的事 轮不到你多管闲是吧 小宋过了很久 才回复一个单字形 从那以后 我们再也没联系 而江城也认真跟我道歉 他的家庭条件我了解 父母都是普通职员 供他上学已经辛苦 他长得帅 常常参加各种活动 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 可其实却很自卑 我原谅了他 甚至后来还偷偷帮他 刷过很多次礼物 刚开始他会送我些东西 到后来就变成 只有我在单方面付出 他开始推说自己忙 开始抱怨直播类 也会连夜不回消息 第二天再来解释 我们吵架冷战的次数 也逐渐变多 直到最后 演变成这样一场闹剧 我是对待感情认真的人 总不想轻易放弃 他可能是真的喜欢过我 也真的曾经真诚 只是这些在真金白银的诱惑前 都变得不值一提了 小宋见我很久没回 又问怎么不说话 不会这么记仇吧 我没有 小宋发了个 可爱的橘猫表情包 我没忍住笑了下 问来一局吗 小宋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 都不想看到这游戏了呢 我回 在这之前 我要先让另一个人 再也不想看到这游戏 小宋表示理解 选英雄的页面 我在第一个 描索露娜 小宋则是拿了个摇 我纳闷 怎么玩辅助 时隔快三年 我终于又听到了她的声音 好久没见你玩露娜 我得近距离看看退步没 我笑了声 那你躺好了 我打开摄像机 又开启屏路 小宋的摇意识比我当初强 进场时间卡得很好 我在她的辅助下 直接起飞 袖对面一脸 拿了一次武杀 结束后 我对着镜头说 看好了 全程无剪辑 露娜 我玩的 小宋四十意识到什么 说拿下耳机 开外放 我摘下耳机 时隔几年 她的声音依旧很酥 甚至莫名让我感觉耳熟 小宋含笑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出来 嗯 我作证 我心头微跳 面不改色的关了录像设备 小宋听起来心情不错 声音懒洋洋的 看你玩我也想来一局露娜 我心情也好 好啊 我拿药跟你 小宋笑了声 开局我在第一个 先帮小宋拿了露娜 又自己锁了窑 开局后 对面却有个熟人 ID为 程A称的敌人节 小宋沉默一瞬 也意识到了 下一秒 我听到他那边 打开了江城的直播 小宋的语气懒洋洋的 你猜怎么样 这个倒霉蛋 现在在带粉丝上分类 江城也认出了我的ID 但不知道 他还记不记得 这位小宋天下无敌是谁 但小宋这局心情好得很 像是要带我住在下路 开局不到三分钟 敌人节送出一血 这像是一个浴室 浴室了这一局 敌人节将会难掩颓势 一败涂地 也许有排到我江城荒万的原因在 敌人节的解控 在姚和露娜的骚扰下失了作用 控制技能黄牌 也永远和露娜擦肩而过 想标我的时候 却总是能打出姚的被动 我没在对面 都感受到了她的极度难受 而露娜也成了敌人节 甩也甩不掉的对手 一次 两次 三次 一局结束 敌人节被露娜拿了六次人头 最后以296的战绩 输掉了这局 我们都没有再去看 她在直播里是个什么状态 只听到小宋在那头说 你猜 她是不是再也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我敏纯 小宋问 我在替你出气 不说声谢谢吗 我别扭的回 哪有你这么讨厌的 嗯 行 小宋压低声音 带笑 那攒着 网上又热闹了起来 也有粉丝在心疼 但大多都是嘲讽 网友A 这个成神要对露娜有阴影了吧 网友B 讲个笑话 成神当时在带粉丝 粉丝最后输出比她还高 网友C 所以她就是骗人了吧 上次发视频 那个是谁 网友D 每日一问 今天这位骗子主播 直播完露娜了吗 我当然没有错过这个热度 下载下视频 给自己的脸稍微贴了个贴纸 直接上传了视频 并发了长文 大家好 我是江城的前女友 江城之前的成名视频 露娜是我玩的 在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有直播公司联系她 她也认领下那首露娜 我当时不想毁了她 到今天 有一半原因是我活该 因为我的不揭穿 也算是她欺骗粉丝 欺骗群众的帮凶 我跟大家道歉 前段时间 她出轨公司老板 跟我提了分手 我想发出事实 她和她老板 一直想用钱收买我 未果 想让我混不下去 坦诚的说 我发出事实 一半是为了报复 另一半是她 既然这么说不出口 我就替她说了 以上 再次道歉 后边还跟了一条 是我们之后的聊天截图 和我给她的转账 及消费记录 我发完 感慨万千 尤其看到粉丝反响如潮 有不少喜欢她的露娜 才入坑的出来大喊失望 我更是感觉有些愧疚 再加上也有一些声音说 早就知道江城没有这个水平 也有不少吃瓜路人 大骂江城渣男软饭男 还说我是当代王宝串 而我没想到的是 宋阳再次给我的微博点赞了 这次还留下了评论 唉 知错能改 宋阳的粉丝纷纷追过来 不是吧杨阳 这瓜你还在吃 宋阳 我是觉得这露娜玩得溜 小银开心了 大呼过瘾 在考研的堂堂 也知道了这件事 不住跟我道歉 说之前真不该窜多 我跟江城在一起 是她瞎了眼 我当然不会怪她 毕竟自己恋爱 哪有什么办法 而更兴奋的就是小鱼了 呜呜呜小乔 杨阳宝贝又翻牌你了 我想到我隐瞒已久的 我是富二代的事实 承诺小鱼 毕业之前 我一定给你 搞到她的签名照 小鱼挖了一声哭了 没事宝贝 她签名照小几百块呢 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我哭笑不得 江城给我发了微信 也打了电话 都被我拉黑 顾清清又采取了 之前的措施 压舆论 但因为质疑的人数过多 再加上宋阳的添油加醋 江城的直播间 涌进不少看笑话的人 防管风都封不过来 不得已之下 她停播了 顾清清估计也焦头烂额 一通电话打到了 他们直播公司 现在最大的股东 我哥呢 我哥给我发消息 妹妹 后天来趟公司 真有脸找上门来了 去我哥公司那天 我特意进行打扮了一下 香奈儿最新款 粗花泥外套 同品牌斜跨小金珠包 袖身牛仔裤 滑轮天奴小皮靴 为了装穷 好久没这么穿过 还真不适应 顾清清已经带着江城 坐在我哥办公室了 桌上放着的 都是他们带来的礼物 顾清清解释 周总 前段时间是江城不懂事 给公司惹了麻烦 但是他是我们公司 目前最赚钱的主播 还是有很高商业价值的 最赚钱 我哥眼神不带感情 上季度才把我看过了 公司不少新主播 都比他有潜力 就比如小熊 这段时间的流量 打赏已经远超他 顾清清 但是 两位的关系我也知道 我也不瞒你 贵公司的直播团队 跟我们的流媒体平台的需求 恰好匹配 现在是年底了 明年我打算发展电商 带公司向直播带货的方向转型 以实现更高营兽 至于他 我哥打量了一下 脸色惨白的江城 手指不轻不重的 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说出口的话 极具压迫感 他的是 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还没有清算 天使投资人 还真当投资人是天使了 江城没有经历过社会 事业也一直顺风顺水 这时候已经下了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了 我看着我哥 把火烧得差不多 推门进去 在顾清清和江城 见了鬼的表情中 走到我哥身边 还没下班 我哥扫了我一眼 这都走了 我像是刚看到对面的人 装模作样道 这妖巧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顾小姐 你不是说 要让我混不下去 怎么我还好好站在这呢 顾清清那张 妆容过浓的脸 不自觉地扭曲起来 她误会了我和我哥的关系 后得一下站起来 周 周总 您是不是听她说话了 她都是撒谎的 她很会骗人 网上的人被她骗的 江城拽了下顾清清的衣角 她震惊地 打量着我身上的装扮 像是意识到什么 顾清清不敢相信 自己被这么打脸 还在说 您不要被她骗了 顾小姐 我哥打断她 看过去的眼神 没有一丝感情 她姓周 我也姓周 我亲妹妹就算骗我 那也是我的家事 你的手是不是伸太长了 顾清清愣住 厚重的装面 都没挡住她脸色的难看 这位趾高气扬的老板 在我哥讽刺的眼神中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则是冷笑着 看着这两个人的反应 像是在看两个小丑 顾清清跟江城 灰溜溜地走了 我也清楚 江城的直播生涯算是完了 晚上 我哥带我吃完饭 把我送回我的公寓楼下 我正要走 就被我哥叫住 他坐在车里 眸光柔和地看我 别怕 去经历 去体验 外事还有哥哥在 我心里感动 冲他笑笑 认真点头 看着他远去的车灯 我心里空落地往回走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我拿起一看 是小宋打来的微信语音 我疑惑接通 喂 怎么了 没怎么 就是看你一直不回微信 担心有什么事 没事 我说 刚刚我哥吃饭 没看手机 小宋停顿一下 才问 你哭了 我没啊 我 我愣了一下 手被擦了一下脸 竟然真的有良意 事情落幕 一切尘埃落定 这场闹剧也该收尾了 第一次谈恋爱 第一次真心付出 以为到了这天会很解气 可却还是觉得伤心与失落 我吸气鼻子 这你都听得出来呀 嗯 我听得出来 冬日的夜晚很安静 没人的地方 只有风声呼啸而过 小宋的声音格外清晰 别哭 那天晚上 小宋给我分享了一个链接 竟然是我这段时间 忙着整只渣男 一时没有来得及 关注的宋阳发视频 我回 问号 小宋解释 看你之前朋友圈发过他 我回 我很喜欢他 小宋再次回了个 可爱的橘猫表情包 我点开了链接 文案是晚安 视频是宋阳 自谈自唱的一段视频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闭上眼 一夜好眠 小宋好像又开始 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们经常一起打游戏 我打野他补位 英雄池深不见底 聊天的话题不再只有游戏 又多了很多别的 比如我们都喜欢极限运动 喜欢跳伞 喜欢滑雪 喜欢蹦极 之前我跟江城在一起 刚开始他觉得跳伞太贵 我们就去过一次 还是我结账 他有钱之后 也从未想过 陪我做更多我想做的事 以及更离谱的 我们竟然都喜欢宋阳 小宋问我 你为什么喜欢宋阳 我说 因为他演技很好啊 唱歌也好听 采访也很圈粉 喜欢清醒外加事业心强的人 小宋 有眼光 我回 你再夸你自己吧 小宋说 嘻嘻 其实我没告诉小宋 我见过宋阳两次 面对面那种 有一次是陪小莹追星 也是高中毕业那年 去剧组 他追的是跟宋阳同剧组的 一个年轻的小爱豆 而宋阳是那部戏的男一 我跟在小莹后边 恰好无意中 听到了宋阳和他经纪人的对话 原来那天宋阳高烧 但戏份很重 他贴着退烧 贴喝着药 硬生生的熬了下来 那场戏结束 全剧组都在鼓掌 我们的视线无意中相撞 他笑着朝我点下头 再一次 就是去年年底 江城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哥见我情绪低落 带我去了一个视频平台的年终盛典 宋阳上台发言时 言之有误 实在圈粉 我哥看我目不转睛 开玩笑问 帅吧 哥去给你要个微信 我摇摇头 认真的说 我有男朋友了 我哥叹了口气没说话 但从那以后 我倒是真的开始粉宋阳 一是觉得他优秀 二是男朋友忙于事业 游戏都不香了 我总要干点什么吧 除此之外 我也知道了 小宋叫宋新阳 竟然跟宋阳就差一个字写音 江城从我的生命中消失 跟小宋重新恢复联系 没有多久 却觉得恍如隔世 尤其 我竟从来没有 跟小宋很久没联系的陌生感 依旧觉得很熟悉 那天我无意中跟小宋提到这件事 小宋说 距离 不想有 那就不会有 那时我没太明白这句话 后来才知道 你所经历的一切巧合 说不定都是另一个人的用心 不会在意 但无论走出多远 回头看 他还站在那里 临近年关 学校放寒假 大四虽然课少 但也还有几门结尾 我回校考试 虽然已经够小心 却也不出意外的被江城拦住了 他站在我面前 黑眼圈越发严重 下巴上都是青涩的胡茶 看他过得很不好 我也就放心了 我绕开他想走 又被他堵住 你想干什么 我们谈谈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我冷眼看他 怎么 又想让我开个假 江城脸色瞬间尴尬 周桥 我们在一起三年 你之前跟我说 你爸妈都是普通人 我笑了 老板就不是普通人吗 江城 周延是你哥 复兴集团是你家的 我家的倒是不算 但我家人确实股份最多 我身上也有三个点的股份 满意你听到的吗 我想走 又被江城拽住手腕 我想甩开却甩不开 有点生气了 你有完没完 周桥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差点以为耳朵坏掉了 觉得荒唐又好笑 你说什么 江城脸上都是难堪 硬着头皮说 我当时就是一时糊涂 跟顾清清也是逢场作戏 现在我失业也完了 一无所有 才想起你当时对我多好 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我爱的一直只有你一个 我发誓我再也不会 我被气笑了 你都一无所有了 凭什么还觉得 我会重蹈覆辙 江城的手握得越发紧 我吃痛 你疯了吧 你 你放手 江城硬拽着我 我不放 你放开 我挣扎着脱口而出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江城动作顿住 你社友们都没说 但是我没说 我们才分手多久 我不信 我看着江城 你还没分手 都能找到下一人 我们分手这么久 我有男朋友了 很奇怪吗 不信 可以啊 你松开 我给他打电话 江城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我为了让他松手这么说 只好硬着头皮 摁开手机 用五秒钟做了决定 直接拨通了小宋的微信语音 他接得很快 我先发誌人 脱口而出 老公 空气中陷入了死一样的沉默 我反应过来 自己做了什么事 热议一下窜到耳根 小宋顿了一下 怎么了宝贝 我 有人一直缠着我 小宋大概是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了 你开外放 我打开扩音 小宋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 不管你是谁 离我女朋友远点 江城脸色一变 我关了扩音 接过电话 小宋问 没事吧 没事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心里一暖 好 江城看着我 眼里血满不甘心 我刚开始没想到那么难看 第一次发视频之后 我就想算了 毕竟在一起那么久 哪怕宋杨点赞了 过段时间热度也会下去 你们接二连三来找我去澄清 人脾气再好 也不是没脾气的 不是吗 小乔 我打断他 报复式的 你跟我分手那天 我给你订的保时捷刚到货 快毕业了 我是打算跟你坦白的 如果不是你 我们走不到今天 也不对 我轻笑一声 又否认 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走到今天是早晚的事 之前是我食人不亲了 现在呢 走投无路又来后悔 你爽快吗 江城面如死灰 我转身离去 没再看他 回到公寓 我给小宋发消息 谢谢呀 不客气 帮老婆是应该的 我老脸一红 别这么叫 不可以这么叫吗 他顿了一下 没发文字 而是用语音回过来 虽变得更成熟 却依旧清凉好听的声音 没有丝毫阻碍地 传入我的耳朵 可我很想哎 我们都没见过 小宋又沉默了 小宋其实是北京人 但他常年全国各地费 我之前问过小宋做什么工作 小宋说自己经常出差 我问 做销售吗 小宋会莫如深 算是吧 比销售好一些 我想 那可能是销售主管 但还是有些失落 我和小宋之间 总像隔着很远的距离 像是经常聊天 像是很熟悉 很轻易能被吸引 可我却对他依旧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该如何再往前 空有一头恋爱脑 实际却是个恋爱费 过了一会 他回 确实应该走走正常流程 我想跟你见面 这行字跳出来那一瞬 手机像是要发烫 我愣愣地看着 心脏剧烈跳动 小宋又回了 我挺帅的 身高185.37 我失效 一定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吗 小宋说 很难不精确 这是关我的尊严 而且我还很有钱 可以自己买保时捷 我 你刚刚没挂电话 小宋的解释 我怕你出事 好吧 小宋问 我们能见面吗 胸腔被一下塞满 我想了想 回 能 你知不知道这周末是什么日子 我看了眼日历 不是什么节日 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小宋说 三年多前的今天 我们一起捏菜 而且加了好友 我一愣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小宋回 见面就知道了 我们约好了 周末在北京见面 想到周末要见面 好像都变得充满意义 最近不用出差 下午在北京有工作 我感慨 你好忙哦 小宋 没事的时候时间都可以给你 我脸上发烫 这人怎么 一发不可收拾 毕竟是网友 虽然有一些基本的信任在 但骨子里的安全意识 还是占了上风 我一开始把见面地点 约在一家很火的网红店 小宋拒绝了 把见面地点约在了一家高档餐厅 也在闹市区 就是价格过于不清明 去的人少 私密性也更好一些 想来公开场所也没什么问题 我就答应了 时间刚约好 我就拽着小银去 SKP挑衣服 他一边挑一边眼泪汪汪 你终于不用体验生活了 而后景明大作 平时一年都不买一件衣服 出门就是卫衣牛仔裤 突然挑成裙子 有情况 我笑的神秘 一点点吧 只要不是江城那个渣男 我都支持 我鼓嘴巴点点头 肯定不是他 见面那天 导师恰好发了邮件 让我们选问问选题 我选好发送后 距离见面还有段时间 想着小宋说 今天还有工作 便打开微博 打算先关心一下 我的那女老公宋阳 宋阳今天下午 有品牌直播活动 我打开的时候 他已经入场有一会了 那女老公很帅 状态好到发光 身高腿长 五官精致硬朗 脸部轮廓线条又很柔和 眼神亮而真诚 介于成熟男人和少年感的中间地段 是那种让人一看 就一不开眼的长相 我盯着宋阳的脸 有些出神 小宋会长什么样子呢 应该不会长得很抱歉吧 他说他自己很帅的 没关系 我爱的是他的灵魂 宋阳今天的品牌活动 是个大牌彩妆 刚出的香薰销量很好 主持人笑着开玩笑 这个香薰 还有一个名字叫男友香薰哦 宋阳老师 如果有女朋友了 会不会送他我们品牌的香薰当礼物呢 宋阳愣了一下 似是认真考虑 而后点头 是该带件礼物 弹幕一片 问号 虽然我觉得不太对劲 但今天要跟小宋见面 我边看边走神 最后干脆关了直播 一屁股坐在镜子前 打算把黑眼圈再遮遮 转眼 距离我们约好的 见面时间还有不到两小时 我抱着手机犹豫 还是没忍住 发出了那条命运般的微信 老天作证 我刚开始 想发的是下班了吗 谁知道 下班了吗 后边自动跟着的老公 正要删除 我手一抖 点了发送 手忙脚乱的想要撤回 结果手机没拿稳 一下摔到了地上 我着急忙慌的捡起来 小宋已经看到 且回复了 还没 等会 乖 我眼前一黑 可我没想到 令我更加眼前一黑的是 还在后面 小鱼在宿舍群发消息 我他防了啊啊 宋阳谈恋爱了 刚刚他在直播间抽奖 有人给他发消息 叫他老公 还问他什么时候下班 这内容怎么看得这么熟 心里电光石火 闪过一丝奇妙的念头 我颤抖着打开直播间 此时直播已经结束了 网上已经炸了 我想要点开热搜页面的时候 甚至有些卡顿 但我还是看到了那条视频 那是直播最后的抽奖环节 宋阳经纪人的手机 连不上WiFi信号也不好 宋阳说用自己的手机试试 结果就在抽奖的途中 我的消息发过去了 看到消息弹窗的那一刻 主持人呆了 弹幕疯了 宋阳顿了一下 还好心情的扬下嘴角 然后淡定的回了我的消息 如果消息一模一样是偶然 那备注的小乔 就直接印证了我的怀疑 我颤抖着手 转发视频给小宋 小宋 宋新阳 不 应该是宋阳秒回 不好意思 忘关消息提示了 我将压药呢 怪不得 只见她满面红光 气带中有一丝无语 无语中有一丝震惊 我回过神 第一反应是给小宋发消息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美容项目 能即刻见效的那种 小宋不追星 不知道网上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 发什么神经 你还不够漂亮 不 够 我深吸一口气 手里手机突然震动 我看到来电显示 手一抖挂断了电话 是宋阳 宋阳似乎很着急 又打了一通电话进来 我手一抖又摁断了 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 但我好像被骗了 虽然我没有特别具体的问过她的身份 她也没有主动提及 但她告诉我她叫宋新阳的 宋阳见我不接电话 开始在微信发消息 我可以解释 我问 你真是宋阳 你之前告诉我你叫宋新阳 宋阳回 我是 我本名就是宋新阳 出道后改的 我晕 那你怎么不说实话 刚开始觉得不太好 后来不知道怎么说 我真服了 所以我这段时间 就跟宋阳本人怒夸宋阳 说宋阳人率眼界好敬业 简直是我的那个老公 宋阳当时会两次三番 给我的微博点赞 不是因为吃瓜 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了我是谁 三年前我打游戏 匹配到我两年后要粉到偶像 今天我的偶像他防了 他防对象禁止我自己 而就在不到两小时后 我还跟宋阳约了要一起吃饭 有事烧纸吧 我足 想年21岁 宋阳见我还愿意回微信 消息开始一条一条的往外跳 别生气 我可以解释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剧组 你抱走了我一直喂的流浪猫 第二天你就来了剧组 我看到你了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你抱去养了 后来听人说一直在恒电带道 帮他找到领养 还付了钱 我想起来了 的确发生过这样的小插曲 我在剧组酒店附近 偶遇了一只大菊 健硕又亲人 本来是想喂些猫粮就走的 但他总是粘着我 小盈养过猫 意识到大菊可能怀孕了 我想养猫 可托孕需要完整免疫 接种需要时间不说 他现在的状态也不适合跟我回北京 更何况 我还有些猫猫过敏 可每当我经过那里 他都总是跟上前来 我于心不忍 于是 原本计划一周的恒电行程 生生延长到一个月 我在恒电帮大局找到了主人 还给他留了两万块 后来我们一起打游戏 加上好友 我看到了你朋友圈的照片 心想怎么会这样抢 竟然是你 再后来你也知道 我们经常一起玩游戏 我好像有点喜欢你 那段时间我在拍戏 本来想回北京就与你见面的 但我受伤了 项目延期 我又多待了一段时间 回去的时候 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又突然想起 小鱼曾经在宿舍说过 宋阳拍戏受伤的事 这么多阴差阳错集合在一起 竟然也真的让我感受到了 这种冥冥之中的宿命感 我也知道周延是你哥哥 看到你跟他来参加圣典 那天我偷偷看了你很久 后来我看到你在朋友圈经常发我 还挺开心的 但我知道那个时候你还有男朋友 我最后悔的是 就是当时没有跟你说我是谁 没有见一面 那至少 至少 他没说完 再后来 我看到你那边发生的事 生气之余竟然还有些庆喜 那时我就想 这次我不想再错过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我就是宋阳 真的犹豫了很久 就想跟人见面再说 说完这句 他还补了句 甄嬛传里说见面三分情 行 我失笑 宋阳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虽然是文字 我却好像能感受到 这句话里的小心翼翼 你今天还会来吗 冬天的北京天飞得很早 高架桥上已经有些堵 窗外车流如枝 万家灯火如同银河 我深吸一口气 在适应声的带领下 走到宋阳定的位前 他一直在看手机 已经不是刚刚直播的装扮 黑色高领毛衣 趁得他皮肤更白 发丝吹散 微垂在前额 再往下 是那张好看到夺目地脸 他见我近来 四目相对的瞬间 他舒然起身 OK 我心想 真的有185 那个经常在镜头前看到 经常出现在我微薄的人 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张毅力的 在有上万观众的台前 都从不变色的脸 竟然肉眼可见的有些紧张 最后 他露出一个笑 那好听的清亮声音 不再是隔着手机与网络 而是就在我的耳边 你来了 说完 他又开口 对不起 给你带了香薰 一着急 落直播现场了 我有些尴尬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宋阳看着 倒是松懈不少 我发的信息 你看到了吗 我 别说了 我示意他闭嘴 再说我恋爱脑都要长出来了 宋阳一愣 忍俊不禁 你不生气了 我深呼吸 还有一点吧 但是你刚刚说了那么多 我好像能理解 他叹气 我都担心你今天不来了 刚刚特别紧张 我认真的说 不来不行 这里挺贵的 卡座有低销 宋阳笑着打去 买热搜的时候 一点都不差钱 我见他故意插开话题 像是要让我不紧张 歪歪头回道 要不是你点赞 我怕是要更破费了 想到前不久的乌龙 和刚刚发生的事 我们对视 没忍住双双笑了出声 能在娱乐圈走到这个位置的 大底都是有些情商在的 我们宋阳第一次现实中见面 却丝毫没有冷场 他总能很好地绕开 让你尴尬的话题 抛出来的每句话 都能让你接下来 我们一起走出餐厅 去停车场 看他包裹岩石的样子 我才突然反应过来 这人是大明星 我有些走神地想着 不会明天我就要上头调了吧 跟之前被曝光的那些人一样 在余记因过度放大 而损失的画质下 成为新闻标题里的神秘女子 我撇嘴 下意识地要拉开距离 宋阳却像是发现什么 狡猾地划过我的指尖 跟我食指向扣 我手心像是被烫了一下 下意识地想要抽离 却一瞬间被温热的大手扣紧 宋阳就露出一双眼睛 我以为你答应了 我一愣 什么 宋阳说 做我女朋友啊 我一时语色 我 他见我竟然还在犹豫 那双演戏时 情绪饱满的眼里 邪满委屈 拉着我的手撒娇一样的晃晃 软着嗓子 答应我吗 这谁顶得住啊 美色攻击的间隙 我猛地意识到什么事 糟了 怎么 我看着宋阳 你是不是还没回应 宋阳一顿 声音里染了笑意 是还没 但也否认不了 如果遇到喜欢的女孩 我也不想瞒着 更何况 这个女孩我惦记了两年 她低头看我 你想我怎么回应 我卡顿 我 北风呼啸而过 我没忍住一个色缩 宋阳趁机一拽 把我拽到她的怀里 温热的呼吸喷波在耳侧 她压低声音 女朋友 后来宋阳直接承认了恋情 网上一片沸腾 脱了不少牛粉 但好在有宋阳这些年 认真演戏积累下的口碑 更多言论 还是尊重祝福的 毕竟前段时间 娱乐圈她防她的厉害 只是谈恋爱嘛 不犯法就好了 我哥也知道了这件事 两个人默契的决定 不公开我的身份 也是为了保护我 虽然不公开 却也挡不住网友们的好奇心 很快 有人扒出来 当初挂在某个已成素人的游戏主播 前女友露娜身上的摇的声音 真的好像宋阳 这个摇 好像也是后来 拿露娜六杀游戏主播的那人 然后就有了一些时间线 女大学生受情伤 宋阳不仅为她在游戏里 舞杀前男友 还两次点赞 这位女大学生的微博 粉丝看了觉得无语 就命 宋阳怎么这么恋爱脑 宋阳看热闹不嫌事大 还有心情去回复这条帖子 恋爱脑能追到女朋友 恋爱脑一点怎么了 全文完